大家好,这里是Simon's Podcast 我是Simon 现在时间是9月13号下午3点 那我觉得这是我第二集 我觉得录Podcast真的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我原本刚刚两点多的时候有录好了一篇 但是我觉得太懒 所以我决定重录一次 那我这里是主要是讨论NBA 然后评论NBA或者讲一些球员故事的地方 我不太会做分析 我也觉得那不是我身上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讲太多分析的事情 我们先讨论一下NBA目前季后赛的赛果 东区这边第二轮热火队4比1算是暴龙击败公路 然后赛尔提克和暴龙队打到第七战 最后赛尔提克是4比3击败了暴龙 我觉得这一阵系列赛是目前NBA 季后赛最好看的一个系列赛 双方完全就是在比拼关键时刻 谁比较给力 那暴龙这边最后输球 我觉得最后要怪Pesca Siakam 那他自己赛后的访谈的时候也说 他要怪自己就是赛后 最后关键时刻不给力 他最后两场比赛 关键时刻石头只有中一球 那超多的食物 他护球真的是不太好 常常被剥掉 然后外线又很不稳 但我觉得这对他来说算是一个 可以成长 激励自己成长的点 能不能成为超级巨星 就看接下来他之后的成长 能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教训 然后大爆发 西区第二轮 胡人队今天早上4比1 击败火箭 那也将火箭淘汰 根据报道 我看到一篇报道说 火箭在第四战输球之后 休息室有很吵 很大声的争吵 我觉得这是必然 因为他们除了第一战以外 都被胡人队打得蛮惨 胡人队算是越打越好 然后火箭队一场打得比一场差 似乎越来越多 然后防守 真的是越来越不给力 进攻几乎只看 James Harden在单打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快艇跟金块这边 目前是打到3比2 快艇领先 那也听牌 但是 第五战的时候 是金块击败快艇 算是逆转胜 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我还是看好 快艇最后会击败金块 毕竟 季后赛的最强的杀手 Kwanele 在快艇队 然后快艇的深度 经验 算是都压垮金块 但是金块的 本来的目标 我觉得就不是放在今年 是未来的3到5年 金块队的球员 主力球员最成熟的时候 这对他们来说 才是最关键 然后最有机会 打到总冠军赛的时候 我觉得季后赛 真的是一个 很吃老将经验的赛场 尤其是碰到应战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 球队家中 有意老如有意宝 特别是那些季后赛 经验丰富的老将 他们在逆风 落后的时候能够顶住 关键时刻又能跳出来 左右战局 有机场我看了 蛮印象深刻的老将的 结束的表现 先讲一下金块队的 Paul Millsap 他在第二轮第五战的时候 金块队团队还落后十几分 是他跳出来顶住比赛 全场他拿了17分 6篮板 第三节他就拿了13分 然后不断的用单打 还有制造犯规 来帮助球队没有被拉开 才有后来的逆转胜 那暴龙则是 这边则是有Kyle Lowry 在关键第六战的时候 他们落后一场的时候 他全场轰了33分 霸篮板6出攻 打满了50分钟 完全是给 Siacan还有Fred Fembley 这样场 他们拼命的雷 但是他完全是给 这些雷到不行的 年轻小弟 示范如何打关键的比赛 胡人这边则是有 季后赛 Rondot Rajan Rondot 他在关键第三战 全场攻了21分9出攻 然后第四战 他就拿了12分钟 第四战开局了2分30秒 他带胡人队 打出一波7比3的小高潮 然后突破了僵局 他先是助攻给 Kyle Kuzma 还有Labran 让他们请收莫德芬 之后自己也命中了 两颗三分球 我觉得季后赛 软斗为一名 真的是毫不含糊 火箭这边 我想要特别讲一下 Jeff Green 这名算是 也是老将 他场均11.5分 5.3篮板 三分球命中率有 43.1分 效率值是仅次于 PJ Tuck和James Harden Green在火箭的小球阵容 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在防守 他需要 掩护球队的内线 去顶一些 比他更高大 然后提醒更厚的封线 进攻又要当润滑技 一下跑外线 一下跑内线 但是又蛮 但是又蛮强的 总结一下 我觉得 这些老将都有几个特点 他们都打得很硬 然后跑位都很有经验 我觉得特别是 他们的心理素质 我觉得都不错 情绪控制很好 又很会鼓励队友 然后该冷静的时候冷静 该热血的时候热血 有这些 季后赛有这些 经验丰富的老将 我觉得真的是 蛮重要的一件事 特别是你想要 整管球队 有这些老将 在压住这个阵容 会是球队 很移重的一个点 这一季的季后赛 我觉得 热火队 是一直以来 都被大家低估的球队 他们在 东区这次暴冷 第二轮暴冷击 4比1就几百公路 然后重新 东区冠军赛 也是目前 算是最跌破眼镜的一次 一个系列 热火队是目前 机后赛中 表现最佳的团队 球队 他们是唯一一支 攻守效力指 都排在前四 目前八胜一副 目前八胜一副的战绩 也是联盟最佳 我觉得无论在场上 还是场下 热火一直以来 都是一支 很注重 团队纪律的球队 之前他们有个球员 James Johnson 他因为 在修赛季的时候 训练已经开打前 然后他回来 结果被发现 体重太重 他就被球队 退队 不是退队 就是球队 要他回去减肥 在减好了之后再回来 所以甚至一直 很严谨 然后很注重 纪律的球队 然后他们的总管 Ped Riley 就是一个目前 NBA中非常有名的中管 他还打过越战 他对于军容 或者是球队的纪律 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这也反映到 他们的团队的风格 他们球队 其实很少 很少做胆打 他目前在 胆打在季后赛中 排在年梦倒数第四名 而是不断的利用穿梭 跑动 无球走位 大量的使用 递手传球 掩护和无球切入 来导出空档 他们的递手传球 目前是排在联盟第一 掩护的次数 是排在联盟第四 无球切入的次数 排在联盟第四 可以看出他们是一支 擅长利用团队打法的 的球队 接着他们的阵容深度 我觉得 是最被低估的一部分 热火队每场比赛 大概是9到10人来轮替 其中有5名球员的得分 是在双位数以上 有资深的控球 Goran Dragic 然后有经验 又有机动力的侧异群 像是Ben Adderbayo Andre Gudala Joy Crowder 射手群 Dunton Robinson Tiler Hero 然后还有一张 攻守一起的王牌 Jimmy Butter 这样的第二阵容 就是像以 Joe Crowder Andre Gudala 然后 Tiler Hero为主的阵容 深度其实很有 真冠的配置 是一支真冠球队的配置 然后防守上 热火队的防守效率 目前排在季后赛球队中排在第三名 其中Ben Adderbayo 我觉得是热火队能够击败公路队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别是他很会对付Yanis Adekunpo 因为这名字太长 所以以下我就简称智姆哥 他是一个联盟 目前唯一能够将智姆哥的真实命中 投篮命中率限制到40%以下的球员 在Adderbayo防守下 智姆哥的真实命中率只剩下36% 他例行赛的真实命中率是61.2% 季后赛在Adderbayo防守下 智姆哥每回合只能拿不到0.8% 真的是把他守得蛮好的 然后第二轮热火队对上侧翼为主的萨迪克 他们的侧翼有经验 又有速度 Alabayo,巴特尔,克罗德,伊古达拉 他们会带给萨迪克年轻的封线群 蛮大的挑战 我自己是蛮看好热火队最后 会集拜萨迪克队进入冠军赛 毕竟这种短期北赛 谁的状况好谁就占很大一面 那以热火队目前的状况 他们的阵容 他们的经验 我是蛮看好热火队能够闯进 至少闯进到冠军赛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最后回到我这篇的命题 我真的 这篇的命题是热火队的隐藏MVP 那MVP没有争议 应该就是Jimmy巴特 毕竟他在关键时刻一副当关 各种抓住对方的弱点就痛打 然后有外线有进攻 进攻上还有切入 特别是他中距跳投真的很稳 那他是球队目前的MVP 没什么问题 那要挑一个隐藏MVP 或者说是X英子 关键球员 那真的有蛮多的亮点可以选择 像是Alabayo 两个射手 Tiler Hero 或Duncan Robinson 其实也都表现很好 命中率都超过 三分球命中率都超过四成 Joey Crowder 这三滴球员 这三滴球员他的防守 然后他外线命中率也超过四成 Colee Oninic 其实表现也蛮好的 但如果要挑一名重要 然后又有真的有惊艳到人的球员 我觉得Goran Dragic 是我唯一的选择 Dragic我觉得他的生涯一直以来是很被大家低估的球员 然后生涯非常的坎坷 第二轮第45孙位才被NBHN宣导 然后不到三个赛季就被交易出去 好不容易在火箭队崛起之后 他回到太阳 没想到在太阳大爆发之后 又成为 当时汉的总教练是Honosek 不知道为什么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实验 就是他交易来Israel Thomas 然后实验了一个诡异的三头卷阵型 就是让Israel Thomas Eric Blasso 然后Dragic 三名控球后卫都拉上宪法 然后他们绰号就要三头拳 结果不到半年就实验失败 Dragic有点心灰意忍 他最后就喊了催眉 最后被交易到热火队 然后热火队签下大约 五年九千万合约 然后一堆专家媒体又说 这是下一张烂约 总之就是各种的不被看好 但Dragic也 他也蛮会打脸的 算是一个打脸专家 2010年他先打脸 当初评价 对他评价很差的马赤队 2010年季后赛的时候 他对上马赤队 第四节 单 单节就宏进了23分 然后逆转比赛 那时候他还算是一个蛮新 蛮新的年轻人 2014年他入选年度第三队 然后成为年度最下进步奖 2017年他在欧锦赛 帅领斯洛维尼亚拿下冠军 还有赛会MVP 然后那时候 Donchik Donchik 已经跟他是队友 这名字真的好难念 已经跟他是队友 2018年 他被选进明星赛 场均拿下20.3分 5.8助攻 40.5%的三分球命中率 虽然是替补被选进明星赛 但我觉得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认证 然后今年 2019 至20赛季 他又在季后赛中 大放硬材 原本在修赛系的时候 热火为了交易来Jimmy Butler 想要降低薪资空间 还准备把Jekic交易到 独行侠 结果因为双方的包裹 乔布隆而 没有成型 独行侠是想要再加码 Jones Jr.还有Colty Olenik 但热火队不放人 如果这笔交易成的话 独行侠就有 斯洛维尼亚的 两大战将 Lukar Doncic 和Jekic 那再加上 Postinsky 等于独行侠 拥有一支欧洲明星队 但最后没有成型 就蛮可惜 没看到欧洲明星队的成型 我觉得Jekic 对这件事情 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因为他还是老将 所以他只认为 这是职业商业运作的一部分 算是NBA的日常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怨言 然后 Butter加入之后 Jekic就不再是球队的核心 然后总教练 Erik Spostra 因为他觉得第二阵容 需要有一个核心球员来带队 Butter会是先发中 持球比较多的人 球权比较重 所以他希望把Jekic 拉到第二阵容 去带领一些替补球员 然后希望他把先发控球 让给了洛权的新人 Kendrick Nunn Spostra准备了蛮多说辞 要来说服Jekic 希望他能够到Tip 没想到他一开口问Jekic Jekic就说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不觉得 先发跟Tip有什么差别 我只要你给我足够上场时间就好了 然后Spostra 应该有吓到 他就说好好好 这部分没有问题 只要你打得好 我就会给你上场机会 这也是热火队的文化 就是你只要有能力 你表现佳 我就会给你上场 足够的上场时间 那Jekic在成为球队第六人之后 他的例行赛场均16.2分 3.2篮板 5.1助攻 36.7%的三分球命中率 全部的数据都胜过于 上一季当先发的时候 25.9%的使用率 也是生涯的次高 有一名东区球探靠谣 他很夸奖Goran Dragic 他觉得Goran Dragic 就是一个完全的team guy 团队球员 过去他这种等级的球员 也有入选过明星赛 被放到板凳都有蛮多的抱怨 但他从来没有听过 Jekic有任何的抱怨 即便是球员 或是跟工作人员之间的时下谈话 他也没听过Jekic 有抱怨的半句 然后Butler真的 他也称赞Dragic 他告诉媒体 他说Dragic现在是他 全队最喜爱的球员 因为他们很相似 他们话都不多 然后很爱竞争 他完全不怕任何的挑战 一到场上 他只想他妈的干掉你 这是他的原话 不论是练习 或者是比赛 然后比赛至终 他又很维护了队友 这对Butler来说 应该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Butler是很 很会帮队友出气 然后很维护整个团队的和谐 虽然他被叫做四馆长 但是他算是对自己士兵很好的那种四馆长 只要你吃贵他就会马上帮你逃回来 然后就是这种态度和巴特尔非常的相似 算是气同道合 所以马上巴特尔就和他打成一片 那热火队其实也是有点类似 我一直觉得热火队是一支有草莽球队风格的 的那种铁血部队 就是全队有点像是兄弟一样 然后就是互相 你帮我我就帮你 我挺你 你挺我我就挺你那种感觉 然后这就是 所以我觉得巴特一直蛮适合热火队的风格 好我们再回到Dragic Dragic就是在季后赛的时候 因为NUM他们原本的先发NUM因为确诊新冠肺炎 然后加上回来之后练球的状况不太好 所以Dragic就被Espostra拉上先发 没想到在季后赛之中Dragic完全放飞爆发 目前他场均是21.1分3.3篮板4.7助攻1.2篮板 然后还有38%的三分球命中率和53.5%的真实命中率 之后是他生涯之中季后赛的新高 Dragic在场上的时候和不在场上的时候球队的效率只相差了16 也就是每100回合球队的进攻得分会相差到16分 这个数据是仅次于巴特拉 一看出Dragic在进攻上真的是完全的爆发 然后防守上 我觉得虽然Dragic防守 本身的防守算是顶多是中等 然后也是受惠于热火的体系 但是他目前在季后赛场均超过30分钟 场均出赛超过30分钟的球员中 他的防守效率只是排在第二名 他虽然正面就是他的体型 或者是说他的速度会比较容易跟不上现在的后位 毕竟他有点年纪 但是我觉得他蛮粘的 然后挺强悍的 还有他的判断都不错 这对他的帮助 防守上的帮助算是蛮好 蛮多的 我觉得最猛的是Dragic在关键的时候 关键时刻其实表现蛮给力的 他目前的第四节得分是仅次于Jimmy Barter 特别挑一场比赛出来讲 就是首轮第四战对上6麻 热火对上时是3比0领先 然后上半场的时候Dragic其实表现不好 他6头只有一中 第四节Barter因为减膀受伤 然后下场 原本看起来热火 好像要放弃比赛 因为对他们来说输掉一场 应该是无伤大一 但没想到Dragic他上场带队 然后一个人第四节 单节就红进了13分 就带领球队完成很少 算是他目前季后赛的代表座之一 这个系列的代表 今年这个球技的代表座之一 我自己是觉得Dragic在目前的季后赛 打得很像是外线更准的Manuel Ginobili 就是他们都是左手 然后切入很刁砖 外线很犀利 虽然他会如此大爆发的部分原因是因为 热火队的射手群 Clauder Robinson Hero 他们都有四成以上的三分球命中率 然后把空间拉得很开 加上热火队会射进各种的双挡战术 或者是空手走位的路径来帮Dragic 导出很大的空间来攻击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Jimmy Butler的潜质力真的蛮强 他的奇怪能力能够吸引很多球员 就是去补防啊或者是去报价他 让其他球员都有很大的空档 所以我觉得Dragic爆发 他自己个人状态很好 这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团队有点类似水帮鱼帮水的概念 就是团队帮了他 他也帮了团队 让整个效益完全就是一加一大一二的状态 下一轮对上萨迪克队 我觉得萨迪克应该会派出 Mark Hurtsma这个防守汉将 今年也入选最佳防守球队的第二队 好像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二队 来对付他 那Mark Hurtsma蠻念的 然后各种小动作也多 Dragic能否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依他的经验 应该是不太会被Smart惹毛 但是肯定会有很多的碰撞 然后Dragic算是比较担保的球员 他能否在这样的碰撞之中 继续维持他的爆发状态 会是热火队赢球的指标之一 我满欣赏Dragic这个球员 就是他很坎坷 就是给我满多的 有点像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就是一切都会苦尽甘来的 你只要够努力 然后真的有努力训练出一些东西 你有你的本力 我觉得真的是找 会不会找不到合适的环境 或是球队让你施展你的身手 这也是我满喜欢 我有一些很喜欢NBA球 我很喜欢看这些NBA球员的理智故事 有满多球员都是这种 他本身有身手 但是他被人家低估 不论是因为体型 或者是各种原因 他变得低估 然后上到NBA有球队愿意给他机会 然后他大爆发 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球员故事的类型 那热火队很多这种故事的类型 因为热火队真的是 蛮上常从 历史中找出钻石 像是今年他们就找了 超多颗的钻石出来 像是 Duncan Robinson Tiler Hero 或者是Kendrick Numb 这都是他们挖掘出来 从原始中挖掘出来的钻石 那这也是我之后频道的走向 我希望分享更多 励志求人的故事 然后借由这些故事 我希望带给他 不敢说多大的回想 但是希望给社会上 一些正面的力量 那我的Apple Podcast也开起来了 就大家如果搜寻 Simon's Podcast 就会搜寻到我的Podcast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任何批评指教都可以 我知道我目前 包括说话 或者是语句 都有一些都还蛮卡 但我自己听了 也都很想巴死我自己 但是希望大家 不令语给我指教 那这周就先这样 拜拜